緩密三分鐘,take a break,再開工 1973年,特攝片集《鐵金剛》的出現 就掀起了巨大特攝機械人的熱潮 在21年之後的1994年 新《鐵金剛》的動畫一出 可能大家現在已經遺忘的作品正式誕生 兩百在金剛店 《鐵金剛》的好音 羽毛音 《鐵金剛》 《鐵金剛》 大死音音唸る技 心灵的必殺犯罪 Electrigger 勝利 鼓勵叫 女之國牙翔長子所研發的新鐵金剛 有一天被神秘組織鐵面擋鎖老酒 連同他爸爸牙翔博士也不知所蹤 長子決定獨自尋找他爸爸和機械人的下落 當他找回新鐵金剛的時候 就受到鐵面擋的追擊 同時考慮仍然找不到贊助人 去贊助他駕駛鐵甲戰士的洪拳 在新四一線之間 洪拳就駕駛初次鐵金剛 幫長子解圍 之後洪拳也正式成為新鐵金剛的駕駛員 去挑戰世界冠軍哈樂文的王者金剛的地位 最後也得到冠軍 成為新一屆鐵甲戰士的世界冠軍 隨之而來就接受四方八面強者的挑戰 故事也由此開始 新鐵金剛是沿用於90年代初很熱門的格鬥題材 同時間同期推出的動畫作品 就是有機動舞鬥轉朱高達 鐵金剛的動畫 除了機械人的造型 作品的名稱和鐵面擋等等 這些與1973年的作品類似之外 其實兩者之間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新鐵金剛的動畫全套有49集 當時主要在日本的網絡上播出 而各地的電視台並沒有播出 所以令到收視低迷 而玩具產品主要是由Bandai 所主理 例如這隻有40cm高的大膠 它可以有的就是聲效、燈效 以及有個別的位置 就有一些基本的活動 另外有的就是兩盒 合金製的半原成品的玩具 分別就是主角新鐵金剛 以及它的宿敵金巴龍 為什麼說它是一個半原成品的產品呢 就是它有很多配件 都是要自己自人去剪件去組裝的 而這一種的產品的開發 亦都影響了幾年之後 1997年 切合金雲GX-01鐵甲麻辣合的開發方向 跟著有的就是這盒膠品玩具 除了主角新鐵金剛之外 還有就是它四位 跟它作了一個戰鬥之後 化敵為有的機下人角色 分別就是野猶之王 劍中之王 神龍和冷面虎 動畫推出之後的七個月 玩具先推出市場 再加上當年1994年 實體玩具都開始低迷 令到玩具的銷量也都平平 在1995年 這套作品也登陸香港的無線電視 播出 我因為這一集的三分鐘 也重溫這套作品 其實這個作品是非常熱血的 節奏也都很明快 當主角洪拳和敵人戰鬥的時候 哭出一些必殺技的時候 例如無敵電擊神拳 旋轉雷擊等等 都可以令到我熱血沸騰 洪拳在故事裡曾經說過 和敵人的戰鬥的時候 才會感覺到自己的生存意義 作為黑面中的我 我的生存意義 現在的就是活好我的每一天 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們的生存意義現在是什麼呢?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節目到這裏差不多 希望大家 喜歡這部影片 分享出去 和訂閱我們TCM Toys Channel 可以的話 提供我的留言 和課金支持我們 令我們有更多資源 去拍攝更多好的作品給大家看 最後最後 也都要感謝兩位我的好朋友 我們TCM Toys Channel 的下席主持 就是Manfield 和Cancel 因為今天的收藏 都是他們借出給我們的 下集再見 拜拜